字幕提供 哇!有點視差問題啊 原來這邊是車子啊 這是門對吧? 李爺 是後門 喔!這是後門啊 你是不是今天吸太多 喔! 喔!可以可以 你是不是 安全帶 現在要去哪裡啊? 修車場對不對 不是要去 要去我朋友家 給你的亮地圖 慢慢開喔 喔那個嘛 安迪史密是他家對不對 不是!是我朋友 女奶可可的家 齁齁齁齁齁齁齁 對 好像在前 owner接點了 看 慢一點 拜託 現在才80很慢哦 不是馬上迷著160 你知道我看不懂音標判了 那個女奶可可加嗎 我記得我記得 我開車你放心 你開車我絕不放心 如果讓這台車受到一點點刮傷我就自喊懶叫 我的天啊 你要喊自己的嗎還是 你喊得到嗎你 打擾啊 女奶可可 女奶可可不在家 紙條 所以提摩西真的是他的樣子 喔喔喔 這是女奶可可的照片嗎 我還是不知道耶 我也不知道耶 還是這是他喜歡的電影明星啊 摩根菲利曼 至少那個提摩西沒有說謊 你看 而且看起來像這幾年這幾年內拍的吧 喔 那個穿黃色衣服的是女奶可可 隨筆 隨便 他說 這本是拯救世界的日記 第一天 抽了三包煙 2016年8月3號 確實是 是我們計畫開始的日子 2016年10月27號 約翰福音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 信的人有永生 我就是生命的良 羅馬你記得 我們在夜店裡面看到的句話 叫做 祖所應許的就是永生嗎 喔 記得啊 約翰福音嘛 2017年 感謝神 因他有說不盡的恩賜 革命計畫順利 大巴比倫 帶來了更多的豐盛 我聽過 邵促的巴比倫塔 大巴比倫是什麼 應該就是巴比倫大淫婦吧 大大淫婦 嗯 聖記裡面一個很有名的故事 哪個大哪個淫哪個婦啊 就是你想得到的大淫婦 就是很大的淫蕩的父親 喔 淫蕩的婦女啦 喔 2018年的2月 安迪史密斯 自由新政一屆的大佬 曾擔任院長 總是在校的男人 一起抽掉了三包煙 那這個就是 我們在醫院裡面 桌上看到名牌的 安迪史密斯囉 所以 提摩西是不是看過這個啊 不然他幹嘛知道 安迪史密斯的名字 而且還冒用 不知道 也許晚一點 試著問問看他有沒有來過這裡 既然他是陽號啊 對 這個日記上面還有很多灰塵 應該沒有人碰過 2018 3月20號 實驗順利 感謝神 2018年5月26號 神愛世人 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滅亡 反得永生 認識幾個月才知道這男人也是教徒啊 看不出來 2018年10月31起釋入 他穿著賤了血的衣服 他的名稱為神之道 他說 安迪史密斯將為臨床實驗的全能細胞注射給自己 喔 哪一個安迪史密斯啊 院長 當然是院長啊 這很嚴重 這非常嚴重 沒有經過臨床實驗 不可能去做這件事情的 這 這是有可能會死掉的事情 2018年10月1號無翼狀 10月5號無翼狀 10月10號無翼狀 15號2025號 2018年12月1號無翼狀 再度注射 哇 啊 來兩館 這男人在搞什麼 2018年12月31 約翰福音 吃我肉 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 在末日我要叫他復活 這男人瘋了 寫生記的人 是這個叫安迪史密斯的人嗎 不是 是我的朋友 但 但是 但是這個細胞改造計畫 他是實驗的主導人 怎麼會讓一個 一個叫做安迪史密斯的院長 注射給自己 而且 他沒有阻止他 還繼續觀察他 對 2019年1月14號 正式進入臨床實驗 志願者名單不多 政府帶來的適配者 賦予代號 R001到0014 七男七女 十歲的四名 二十歲的四名 三十歲的四名 四十歲的二名 性別平均 大巴比倫必須知曉此事 2019年4月17號 大巴比倫必須知曉永生 這個 聽起來大巴比倫是 應該是指一個人 這個大巴比倫 該不會是指我吧 你有一座巴比倫堂 蛤 他說你是殺人夫嗎 我確實 我倒是不介意 不過我確實是在 4月17號的時候 也許在那前後認識了 認識了安迪史密斯 我也認識一個安迪史密斯 但他不是醫院院長 他是 他是被稱為實驗體1號的存在 因為已經 已經進入臨床實驗了 所以我們有一個 我們為我們的1號取了一個別名 女奶可可 就介紹了他給我 一個 一個笑得很溫暖的男人 就是那個院長 我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2019年9月27號 永生帶來劫難 28號 永生帶來劫難 29號 永生帶來劫難 30號 永生帶來劫難 31號 永生帶來劫難 如同滿天的宋子鳥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啊 為什麼這邊會出現宋子鳥啊 宋子鳥是什麼 宋子鳥是 是政府長期做人口拐賣的計畫 自由新鎮的政府 嗯 哪裡來這種故事啊 真實發生的故事 你怎麼會知道這個 K告訴我的 K K說他這10年來 到處再殲滅宋子鳥的據點 那跟西洛有沒有關係啊 等等等等 我怎麼知道啊 等等 如果是這樣子 所以前面剛剛提到的什麼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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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實驗題 什麼幾歲幾個 我剛剛沒有很注意聽 那些該不會也 不是什麼自願者 而是 從小就被買來當實驗的人們啊 嗯 等一下 我應該沒聽錯的話 應該有小孩子吧 我剛好聽到什麼10歲 是嗎 這麼小 10歲4個 你 你到底是繳進去 繳獲進去 什麼樣的 東西啊 我們 我們只是進行一個 一個幹細胞改造的研究計畫而已 怎麼會這樣子 是 2019年12月1號 耶和華 我的磐石 我的舊屬主 願我口中的言語 寫你的意念 在你面前蒙 約那 他在祈禱 2020年7月2號 約伯記 准鳥朝著南方展翅高飛 是靠你的聰明嗎 大鷹往上飛 在高處搭窝 是聽懂了你的命令嗎 這裡 又出現了鳥 2020年7月8號 尤大叔 有些天使沒有堅守原來的崗位 離開本蓋居住的地方 就被上帝用永恆的鎖链 囚禁在幾度的黑暗中 直到執行判決的大日子 這邊真的看不懂他想講什麼 啊 不難理解吧 可能有人想跑出去 就被他們綁回去啦 2020年7月9號 上帝沒有赦免犯罪的天使 反而把他們投入塔塔魯子般的禁地 用鎖链囚禁在黑暗之中 等待星星 順著情欲撒中的 必從情欲收壞壞 順著聖链撒中的 必從聖链收永生 永生又出現了 2020年8月1號 我知道我的救贖主活著 莫勒必站立在地上 救贖主 2020年8月3號 任何地方都有眼睛 耶和華 我的上帝 求你幫助我 用你忠正的愛 拯救我 2020年8月5號 這裡的日記 已經寫了越來越頻繁了 我們在愛子裡蒙救贖 罪過得以赦免 罪過得以赦免 2020年8月6號 會向我 因我救贖了你 後面已經沒有了 只有這樣 不是這麼好理解啊 總之 可以說 他已經把安迪史密斯 傻了 就是那個給了自己兩管的那個吧 嗯 按照日期來看 那個時候 我們的實驗應該還不成功 何況這個實驗 我們的論文 頂多只能讓人好的比較快 不可能 讓人附身的 也不會製造僵尸 可以殺掉的安迪史密斯 真的已經死了嗎 他記不記得怎麼殺的 好像是 往他眉心開一牆吧 眉心啊 那腦部應該受損啊 怎麼會沒死 那個實驗場 應該就是 政府移到這份 革命計畫裡面的 數據 去做了實驗吧 齁 大概吧 我知道我的救贖主還活著 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救贖主 會不會是那個院長啊 那個院長 是啊 他在什麼都不知道狀況下 就給自己來兩館 又沒有發生異變 又說他還活著 而且你朋友寫東西 都超級文言文的 我覺得 我認為不是 就是不是 可以說 他殺了安迪史密斯的時候 他身上有一個名牌寫著 這是真神 也是永生 日記裡面 不斷出現的永生 是安迪史密斯 以我理解來看 他就是用了 像是暗號的東西 去記錄這些東西吧 是嗎 看起來是這樣 在最後幾天說 到處都是眼睛 最後幾天到處都是眼睛 被監視啊 嗯 果然是 比較有經驗的男人呢 蛤 我的眼睛看得很清楚喔 在你的經驗中 被監視就是這麼稱呼的嗎 說到處都是眼睛嗎 嗯 會特別這樣提起來 應該算很直白了吧 最後被 被監控了嗎 會監控他的只有政府了吧 政府不是也跟那個 宋子鳥計劃有關係嗎 所以 我朋友他 發現了宋子鳥計劃 以及政府的適配者 可能 不是自願者 然後被監控了 如果像你說的一樣 他一定不接受嘛 是啊 我認識的他是不會接受的 那他 會逃去哪裡 照之前廠長提到的 他常常在 警察局門口抽煙 又會在 碼頭的夜店抽煙 我最多只想得到那個碼頭 可能有地方躲而已 嗯 他在很多地方都留了一些線索呢 像是夜店那張紙條 但最後果然還是得回到人道實驗室吧 這樣已經知道位置了 做好準備 就可以過去看一下 李妍你讀聖經嗎 我不信神 嘿 我也沒有這麼信任 所以實在是聽不太懂 在我們這個行業裡面 信神的科學家反而很多呢 哦 大概可以理解為什麼 為什麼 畢竟如果要產生 科學無法證實的東西 求神拜佛有的時候是有用的嗎 嗯 因為想搞懂神機吧 啊 觸犯神的領域啊 靠近神的領域 嗯 如果是多年前 我會覺得有一點 莫名其妙 但現代的話 倒是有一種神的懲罰的心情 那裡耶你開車吧 哦 哦 哇美女 原來你力氣真的這麼大 蛤 車窗就這樣被你弄壞了 你們先回去吧 這邊離警察局很近 我一直想去看一看東西 欸 沒事啊 我會盡快離開 哇 那你跟阿末自己連路喔 好我會盡早回去 不會太久 去吧 這樣自己會修車 就這麼莫名其妙 開車技術明明比我海爛